我们继续上课 有人问说 跟哲问 助教注意一下 期末demo要上台 不是上台 就是在座位上 助教会坐在座位上 那你们也坐在座位上 然后你们就demo 然后no book demo给助教看 不要远端 远远远远回去 还有程式demo可以用 team远端 远端是可以从这边远端 远端远回去那可以吧 但是你要来这边demo 对不对 要来这边demo 远端远回去变 可贵的 助教这个可以吗 他讲是 这个意思是他 可能在PC跑得动 那不可跑不动 第一个你要来这里demo 实际demo 那从这边远回去 看 应该是在跑 他是跑不动 这我们应该可以 但我们再跟助教商量一下 再回答你 你在email给我们好了 目头上面写可以 跟零跟者这里 但是你要记得你要不是上台哦 没有上没有上台 因为同一个时间可能有将近十组在demo 这样子 你如果从这里那你如果 Lusslebook跑不动 刚刚 nobook跑不动 然后你要远回去PCdemo 这可以了 这可以了 谢谢你 继续 我们再讲那个YOLO V2这里 YOLO V2除了刚刚讲的这四点 这是四点以外 那这属于Topology的改良 那再来是有两个 两个是属于跟Loss Function有关的 一个是Anchor这里 那本来YOLO V1只有两个Anchor 那这里有五个Anchor 五个Bounding Box 五个Anchor这样子它设计 那这都不要用 YOLO V1 V2 V3都不要再用了 五一里面是直接用YOLO V4这样子 那RetinaNet那样可以用的 用就V4或是V7这样子 因为那边又有改良 我待会再讲 那它这里也是20个 就每个Bounding Box这里 所以每个Bounding Box 这两个不一样在哪边 它是两个Bound YOLO V1它是两个Bounding Box 然后额外再加20类 这边是每个Bounding Box 自己都有自己的分类 不一样 它除了这个Bounding Box 有五个跟前面一样 有四个Bounding Box 参数加加confidence以外 它每个Bounding Box 独立就是20类 所以就是变成这20 加5就25 25乘以5 所以125 所以它这里125个class 125个class 那另外 它的这个location的 这个就这里 这个location 这四个 就中心点 中心点跟 长跟宽 这个有个ratio 这个它是从Fastrcnn那边 copy过来的 它直接沿用Fastrcnn的东西过来 那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nomulation比较麻烦 我这就不解释太细 好 那我们再继续 还是让你看 也先稍微看一下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你看这两个不一样 这里 它用Fulley Converlution来做 在这里 所以这两个 看起来是有点类似 所以YOLO V2 改良YOLO V1 那有比较好 也比较快 这样子 也比较有弹性 但是YOLO V3 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里 这里都没有那个 Decoder 这两个没有Decoder 那V3才有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是YOLO V1的 就刚刚讲的五个down sampling 然后到这里 7乘7乘30 那我讲的不要用7 再来都不用 你只要在低维度 再来不用7乘7 因为7乘7 等下很多人证明太小了 至少要13乘13 那这个是V1 是跟你一样 另外一种形式来讲 就是整个过来 然后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在这里 那这个7乘7 小心一下 这个7乘7乘30 像这个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是Feature Map 有1024个Channel 这个30个Channel 只是参数而已 是参数而已 就刚刚讲的参数 就Bundinbox加 那个分类的参数 那这一张图是要跟你讲说 这个最后这里 把放大一些 最后这里30个Channel 就这里30个Channel 就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这是YOLO V1 所以它有五个参数 加这五个参数是属于 五个参数 是属于 这个是Grid 这个Grid 因为它的有一个Bundinbox在这里 这是第二种Size 它有两个Bundinbox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YOLO V1的时候 在这里 第五页 它有两种 它每个Grid 有两个Bundinbox 两种Size的Bundinbox 所以我们来回到这里 所以它这个Grid这一点 它有两个Bundinbox Size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 它有这两种 它把你框 然后它在这两个里面 再去看里面有没有物体 前景跟背景 所以以这只狗来为例的话 这个Bundinbox的confidence 的值就会比较高 可能0.8 那大于可能大于0.5的Switch 或0.6的Switch 所以它证明这里有个前景存在 就在这个C 这个的话 它的confidence value 可能就低了 0.3 0.4 因为这个横的这里 没有物体存在 所以它就低于Stature就拿掉 所以它变成是同个Grid的里面 同个Grid 它就这两个去比较 然后选confidence高的那一个 所以这里就有值了 那在下面这个Bundinbox 这个参数这里 这里的confidence就值很低 这就不要理它这样子 它是用这种观念 这个观念是后面都一直 沿用这种观念来做 就是我们后面会有9个 Bundin 就同个Grid 可能有9种Bundinbox 那你可能就选一个这样子 那后面就是你的分类 那我既然这个Bundinbox 这个比较大 第一个比较大 那这个比较大的 到底是属于这20类的哪一类 那20类就是20种物体 那因为你之前有Label 所以大的就1 其他都是0 那这属于用Close Entropy来判断这样子 一个1加0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还好 这个就是 这只是跟你讲说 每一个Grid就一堆 一堆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这个 每个Grid 就一些Information这样子 这个我们就提供你参考 这比较小 你就提供你参考 这比较没什么 那这只是跟你 这只是跟你讲说 如果在做Bundinbox 像这个Bundinbox 这要跟你讲 Non-Maximum Suppression 这个很重要 到目前还是沿用这个方法 但这个不止一个方法 这个好几种方法 有好几种方法 那简单的方法叫 Non-Maximum Suppression 什么叫 Non-Maximum Suppression 那我们又回到刚刚的概念 第四页这里 你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Candidate 刚刚讲 然后呢 你会发现 靠近这个物体的时候 假设 来用 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好了 这个Grid 你有这个Bundinbox 但事实上 你在邻居的这几个Grid 可能都会圈到这只狗的一部分 所以它的confidence值都很高 都是Candidate 我再讲一遍 你这个Grid 你刚刚有二选一 这两个选一个 那你就选到了 但是你旁边这个Grid 它也是会框到这里 它可能也是 confidence值 还是大于随秀 它可能被留下 所以意思是同个物体 我们常常发生是 有很多Grid 很多Bundinbox都会圈起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只能选 就非最大值 你就把它Suppress压下去 就Delete掉的意思 就同个位置 同个位置 它可能 就像Templary Match一样 你再越靠近你的Tandard的地方 它旁边都有 都会 值都会越来越高 像高薰的Busion一样 会越来越高 可是你只要选一个就好了 那这时候你怎么去选 就用Long Maximum Suppression 那我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解释给你听 这是一个Long Maximum Suppression的例子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里有两台车子 那我们刚刚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同一个位置 以这里来讲 上有两个Candidate 以这个位置来讲 有三个Candidate 就是这个车子 它不会只有一个Bounding Bounce 因为它有很多Grid在旁边 所以它会把它套上去 那你怎么取 最后怎么决定是这两台车子 第一个 你要去把 我们刚刚有Switch Hall 那假设Switch Hall是0.6 你这里来讲0.6好了 就是意思说 0.6以下的Confidence 就把它淘汰掉 那些就不是你的前景了 所以先淘汰0.6以下 然后呢 把0.6以上的 那个Candidate Bounding Box做排序 根据Confidence做排序 那排序完以后 你先选最大的 整张影像 最大的Confidence值 最大是0.9 那我们看 我们就去看0.9在哪边 就你发现 0.9在这里 就说这里有五个Candidate 那你做完排序最大是0.9 你就按这把框起来 0.9在这里 就把这个框起来 那再来呢 第二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 这取决于你 那你以0.9来讲的话 那只要我跟我0.9有overlap 但是重点在你overlap的区域 就IOU overlap的区域 你要大于多少 你再把它去除掉 假设你跟我0.9 我是0.9 你跟我Bounding Box overlap 假设0.3以上 只要0.3 overlap 我就把这些Bounding Box 全部去除掉 或是你要严格一点 0.8以上 跟我overlap 就两个区域有overlap 回到上去 就这个 上一页这里 就这两个区域 这两个overlap的区域 如果超过 假设0.8 就很严格 超过0.8的话 你就把它 杀掉 但是这很严格 因为0.7你要保留 表示跟我overlap很大 要保留 但是你就反过来讲 你如果假设0.3 表示只要一点点 0.3以上overlap 你就把它杀掉了 这就比较杀的 杀了很多这样子 就看你 因为会出现什么状况 可能我这里有个头 我旁边有个头 你懂吗 因为我遮住他了 我去遮住我后面的人 那你要不要 你如果很严格的话 那你后面这个头就被杀掉了 后面这个人 因为他站在我后面 就被杀掉了 你如果很松的话 你如果很松的话 这个人可以保留下来 就要看你的case是什么 这个没有一定的 要看你的case 看你要不要严格去执行 这件事情 就这时候你越严格 你的其他的背景的东西 资讯都会杀掉 你越松 你会把很多杂讯都弄进来 那后面人家还可以做第二道处理 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回到指示页这里 所以呢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那他是overlap 因为这个overlap区域都很大 所以只要0.9 就是跟他overlap 有个0.7个0.6 他把它杀掉 所以他0.7跟0.6就杀掉了 就没了 好 那这个杀 我解释在左边这边 你自己再慢慢看 我只是跟你讲说好 那这样下来的话 我0.9保留下来 那0.6跟0.7 这0.6跟0.7有跟我overlap 这两个帮你把手就把它杀掉 那杀掉以后 我这个框下来的话 那变成我的0.9也杀掉 移除了 因为我已经框下来了 我的0.6 0.7 那两个也杀掉了 就移除掉了 好 那再做第二道的选取 那第二道选取就是剩下0.8 这里 那我就把0.8这里 这个bunding box 选为第二个目标 就把它划下来 0.8划下来 然后一样 只要跟我0.8有overlap 区域比较大的 我就把它杀掉 就发现我0.7也被我杀掉 所以最后只剩下两个物体 一个是competence 0.9 一个是competence 0.8 就两个物体 那这个叫non-maxima suppression 那你会杀掉好几千个这种 所以当你在做 刚刚讲的这些动作做完以后 前面13页 你做完以后 事实上还有好几百个存在 那你要经过non-maxima suppression 去去除掉好几百个 这样子 这很重要 像这个你看这个accruge 脚踏车被accruge的 车子在后面 所以这个non-maxima suppression switch hold很重要 那刚刚讲的是 刚刚讲的是那个YOLO V1 那我说YOLO V1很多概念 都是都从Faster RCNN来的 那也刚才提到YOLO V2 那YOLO V2总共有 这里有四种属于topology的改良 两种loss function的改良 这样子 两种 那这样就是YOLO V2的东西 那YOLO V2好处是 因为它用convolutional 所以它输入的影像可以不同size 那我把YOLO V2整个刚刚讲的 那四加二种特色跟V1不一样 我把它整理给你在这里 你再自己看 那这要提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你可能在其他paper比较少看到 导致这个short cut 那这short cut有个特色 解析度不一样 我这是26x26px的解析度 这13 我们通常short cut是从encoder 跟decoder showcut过去 那这个是纯粹encoder的short cut encoder showcut 那你会发现这个解析度是26x26 这是26x26 这是13x13 这两个解析度不一样 那我怎么把保留这个fine grain 细节的部分把它弄过来 不要做convolution 这个概念在YOLO V4用很多 这个概念上跟resonate很类似 因为resonate有short cut 只是在做这个short cut的时候 它解析度是不一样 它从26x26 要到13x13 然后它用什么方法 它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 运输您比较少看到的方法 就是说 我本来是在4x4 我刚是26x26 我只用举例 4x4的解析feature map 我要把它showcut连接到 2x2的解析度 那我怎么做 好像越来越浓 越讲越浓 电器又变冷 有拍冷器 越来越浓 好 来我们回到这边 所以4x4变2x了 它怎么做 它是你看 它是1 3 跳着 每4个一个 每4个 1 3 91 当成一个 小的 小的feature map 就当sampling 所以它本来是4x4的feature map 变成2x2 但是有4个 因为它用1 3 91 当成一个 然后2 4 10 12 都当成另外一个 所以它从 一个feature map 变4个feature map 那这个就是这里 就刚刚讲的这里 这样子过来 那过来的话 变成它本来是26x26x512个feature map 增加4倍 变成2048的 然后跟 这里的输出做concatenate 那这是它这边另外一个 方法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比较少看到 那刚刚讲的是 那个YOLO v1跟 跟v2 那我们讲YOLO v3 看下一个我会能 真的会能 那YOLO v3完全不一样 它有什么 它有encoder跟decoder 我先来 用下一页来讲 比较 让你概念一下 让你概念一下 YOLO v3是有downsampling 刚刚YOLO v1跟v2没有downsampling 没有upsampling 那这有upsampling 那我们回到这里 那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这是YOLO v3 那基本上 它是 从 Vatina过来的 Vatina net过来的 那 我把它整理在 这里 我把它整理在这里 这是Vatina Vatina net 就 这是这样 它是从这里downsampling 然后upsampling 然后head 这标准的Vatina 然后YOLO把它 只是把它颠倒过来 因为它从 颠倒过来是从 它只是把这个解析从这里 downsampling 然后upsampling 那这两个一模一样 只是表示 图的表示方式不一样 所以这是Ratina net 这是YOLO v3的net 一模一样 只是一个是从 画法不一样 一个从下面 过来一个是从上面下来 那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 YOLO v3怎么做 它是这样 很deep 开始deep 所以YOLO v3 到 以后的YOLO都很深 很deep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它就从这里 downsampling到 这里是82层 82个列 从这里下来 然后到这里有82个 所以它最小解析度这里 上是13乘13 也是5个downsampling 5个downsampling 但是它有82个layers 非常深 然后从这里开始 82以后再做upsampling 但它upsampling是从 它连到79 从79这里 upsampling 这是downsampling 这是downsampling 但是这里一样解析度一样 这是做convolution convolution 然后做greed 然后在79这边upsampling 到91再做upsampling 所以它两个upsampling 所以它两个upsampling 好 那 是这边21个convolution 那我们回到这一边 那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它是最低解析度13乘13 然后upsampling有一个 26乘26 在upsampling有一个52乘52 那它每个 每个底层这里 都用 这三个anchor 就radio也是一样 1比1 2比1 跟1比2 就三种ratio 只是说 它在底层这里 这三种就三个ratio 在upsampling到这里 又三个ratio 在upsampling到这里 又三个ratio 所以它总共的anchor 就是三乘三9个 因为它刚好有三个不同解析度 每个解析度有三个ratio 所以它是33得9 也是9个 每个grid 还有9个 9个anchors 这样子 所以anchor一样 9个 不是一样 应该是说 本来是两个 然后变5个 现在这变9个 每个grid变9个 我们回到这边 然后它这有short cut 所以它有引进 razor9的概念进来 它有引进这个 那一样 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都是从 Vatina那边过来的 所以它自己本身 下来的时候 就本身自己 有这个 short cut 所以跟这个很类似 跟euro v2 这个很类似 这是第一个 就本身这里encoder 这里就有short cut 第二个是说 它在 encoder跟decode decode这边 它有short cut过来 如果看这里会比较了解 就在这里的话 这有short cut 这有short cut过来 它把原来的解析度 不要再往下了 它把它丢到 decode这边 所以这个看起来会比较 比较那个详细 那刚刚讲的 它这里又拉下来 这个拉下来就是 这个拉下来 所以它这个拉下来是 这里又有converlution 然后最后输出 converlution输出 然后这upsimpling的converlution 它是用这种机制来做 那最后就输出这里 这样子 所以它整个 整个架构的设计 整个架构的设计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什么 就是 用retina的设计 那我们再往下讲 那这是另外一种 一模一样东西 只是用这种 看法可能看得比较单纯 那记得 它一样 它每个grid 它每个grid 有 xywh 然后在前景背景confidence 就是objectconfidence 然后呢 因为它现在是做 另外一个 刚刚是20类 现在是另外一个data 它是80类 所以这里有80个 所以它每个grid 的参数 有5个 属于bounding box 跟confidence 那还有80个是属于分类的动作 这样子 看这个会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再往下 那这里是要跟你 讲一个 upsimpling的 叫做什么 叫feature pyramid network 所以 Retina net Yolo v3 Yolo v4 都是用feature pyramid Pyro就是那个 金字塔 脚椎体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 我们回到 刚刚讲这个历史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是在这里发明的 2017年发明的 所以因为 在这个之前 大家比较没这个概念 就encoder 那所以在 这个之前 大家没引用这个 在这个之后 Retina就拿来使用了 FPA拿来使用了 那 Yolo v3看到它用了 就拿来 继续引用它 引用Retina的东西 引用什么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那feature pyramid network 就是在做 Upsampling那里 Upsampling的 那我们回到这边 所以这个 Upsampling这里 就是feature pyramid network 那这里是另外一个 表示 这个表示方式 有人用这个 是跟 这个表示方式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表示方式 就是 Upsampling到这里 Upsampling上去 那这个就是feature pyramid network 然后这里有shortcut 那我们来看这里 好 第一种表示方式 这是第一种表示 对不起 这是第一种表示方式 那第二种表示方式 通常是用这一个 通常 就是 Dounsampling Upsampling 那这个就是我们称为 feature 特色 我们要推举特色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就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NIC 这是backbone 这是NIC 就我们的颈部这里 NIC Upsampling NIC 好 那这里有shortcut 你看Dounsampling下来 Upsampling 然后shortcut shortcut的过来 然后输出这边 是属于head 就输出是head 所以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不是他这一篇 是那个 Retina NIC 开始 他们就分为 backbone NIC HEAD 这样子 就这三种 从Retina NIC 开始 就分成 开始分 有这个分法 那YOLO V3 就拿他来用 这样子 好 那我意思说 你要习惯看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 Dounsampling下来 属于 Darknet 53 53层 然后这里有shortcut shortcut了 shortcut了 然后这个 Upsampling 就这个Upsampling 一模一样 这个Upsampling 我们称为feature Prim的network 就是Upsampling上来 那 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要做head 这head要去辨识 head就是跟你的 Loss function 比较有关的 你要去找bunding box 你要做分类的 那这里小心一下就是说 我们通常 这连出来 就做head 可是不是 在YOLO V3的时候 他连出来以后 他这里又做convolution 这个连出来做convolution 这也做convolution 然后再到head 他这里有多做convolution 那我说这几个convolution 我们回到19页 就这几个 土黄色的convolution 他又额外做convolution 才做head 注意一下时间 那这是21页跟你讲的 跟你讲的 记得他有 变成三个stage 就三个 输出 box 那记得 他有三种 第一个 他有三种不同scaling 然后每个scaling有三种不同ratio的anchor 那从这里开始 刚讲的 YOLO V1有两个bunding box YOLO V2 有五个bunding box 从YOLO V3开始 就固定都用九个 三乘三九个 包括YOLO V4也是用这九个 YOLO V4 YOLO V4的head 是用跟YOLO V3一模一样 他直接拿来用 但是这三乘三九个anchor 不是这里发明的 我忘记是不是feature payment network发明 或是wagina发明的 我忘记了 就这九种anchor 不是他这边做 是引用别人的 所以 那个 YOLO 这是YOLO V3 YOLO V4的重点 事实上是放在 前面的encoder这边 还有head 待会再马上讲 那所以这里 重点是在说 这里开始 就三乘三个anchor 九个anchor是从这里 后面都是 那我这里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那个 Ratina Ratina在这里 我这里补充一下 就这里有Ratina 就让你比较一下 这是YOLO V3 这是Ratina 就刚刚讲的 那只是画法不一样 那Ratina是这样 是从这里 只是画法不一样 Dounsampling Upsampling 那有时候称为 Button up Button top 然后top button 那这是feature pyramid network 然后这是head 所以Ratina Ratina这边就有 Backbone neck 然后head 这里就做分类 它两条路 一条路是做 一条路是做 Bounding Box 一条路是做 分类用这样子 好 那这里要跟你讲 有一个名字这里 叫 那个 Lateral 这里 Lateral的东西这里 Lateral是什么 是在 隐藏在这里 就是说 当你有show cut的过来 show cut的过来 然后你这里有 Dounsampling过来 然后你两个怎么做融合 就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侧面的 侧面的connection的话 侧面connection 事实上这侧面connection 就这里 一模一样 它只是用那个名词 那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是说 这个名词你会碰到 他有时候他不跟你讲什么 他只跟你讲说 OK 我这里的connection是用 lateral connection 那什么叫lateral connection 就是说 我从 前面encoder这边进来 到这个之前我先做一个 1乘1的convolution 再做一次融合 我在做feature premiumnetwork 的时候 我是从低解析度 upsampling上来 那 有两倍的upsampling 那这里的话 就出现两种状况 你要加在一起 或是要 concatenate在一起 在这里 Lateral connection 这里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 把这个原来 upsampling上来的 跟原来解析度过来的 做相加 第二个是做 concatenate连在一起 那这里小心一下 是说 这边左边过来的这个 为什么左边过来 因为它要保留原来的解析度 因为你知道 你只要downsampling下来 你的解析度的资讯 比较detail的资讯会损失掉 没了 假设我没有short cut的话 我这样downsampling到最后这一层 假设是13乘13 我再upsampling上来 我这已经剩下13乘13 我upsampling上来的时候 我的资讯不会恢复回来 你只能用interpolation去把它 从13乘3变26乘26 再变 再变那个 52乘52 这些资讯都从这里上来 让你损失了 资讯没了 所以为了把 资讯保留 它就从原来的解析度 encoder原来解析度 做short cut的过来 这样的话 你自己就会保留原来的解析度 你又有保留 从下面上是global的解析度 所以这个short cut很重要 你在decode的时候 因为这个short cut 因为这个short cut 你有 从底层上的global的information global就几何 就是 那个眉毛在眼睛上面 鼻子在眼睛下面 嘴巴在鼻子下面 这种几何资讯是从这里来的 低解析度上来 可你的detail 这些detail的东西是从 这个short cut的过来的 这样这里的decode 这里的话就包括 local跟global的information 那这个是 feature pyramid network的特色 不是Yolo v3 它是沿用feature pyramid network feature pyramid network那篇paper的 主要就是跟你讲这件事情 还有 short cut OK 这个有short cut的过来 所以变成 现在变成必要的 东西 那目前 我们再回到这边 目前这种short cut的话 为了保留更多short cut的 这些资讯过来 所以现在有流行叫attention 新的 最近两年的paper 就开始叫attention的东西 这个short cut 它又 加上一个小小network 让这个short cut的资讯 在保留更多的 detail的资讯 叫attention的东西 那最近几年有 那从这里就衍生到什么 从attention会衍生到什么 衍生到transformer 那样是从attention 里面有一个叫做self attention self attention是什么 主要叫qkv qkv的transform 那是从一种speech recognition过来的 我再讲一遍 这个short cut 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 我前几年就跟学生讲 decoder本身 是一门学问 因为我们之前encoder讲了一大堆 就很多人做很多encoder 这个没问题 那他再来的 大家注意就移到decoder这里了 为什么 刚刚讲的decoder的话 从这个资讯 要上来 这个资讯已经损失太多了 资讯损失那么多的话 我怎么把资讯 保留下来 所以这里就short cut resnet那边 那个feature premium network 就有short cut retina就有short cut 然后yolo在引用 也是short cut过来 那他们在想 那这样还不够 因为这个资讯还是不够 还是损失掉 所以他们就加一个 attention的东西进来了 什么channel attention special attention的机制进来了 就最近两三年的attention attention还是不够 因为encoder进来 是资料损失 他的资讯 所以就加一个qkv进来了 qkv还不够 加一个transformer进来了 所以现在流行transformer 变形金刚的transformer进来了 结果更好 所以这个发展 速度最近几年又开始 可能没发展了 变transformer的东西了 这样子 好 直到你知道一下 跟这个 autoencoder 跟gain 只要decode encoder encoder decode有关的 transformer开始 慢慢取代了 好 那所以你们要开始学transformer 要开始学qkv了 哇 学不完 时代一直在跑 对不对 好 那老师的责任就想办法整理给你们 那这属于training data yolo v3的training data 那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OK 那就是我们假设 他是用coco 所以 这个例子 所以这里 原来这么多资料 training加validation 有这些 Test有这些资料 然后用ducknet 53来做 那这我们刚刚提到了 那还有三种不同的downsampling 那它的anchor 它的anchor就三乘三 OK 然后呢 这是它的network 就是downsampling完 记得有short cut 然后本身这里有short cut 自己本身有short cut 然后跟encoder decoder之间有short cut 好 那它有三种不同的 upsampling scaling 一种两种三种不同scale 那每个scale有三个anchor 就是三种不同ratio的 1比1 2比1 1比2的ratio 那最后重点 因为是training 好 我们来看这里重点 所以它的 loss function training 另外一个重点 一个topology 一个是loss function 它的loss function 有三个 一个就是regression 就是 那个 那个bunding box 那四个参数 一个regression 一个是 同样的那个bunding box 是前景 或背景 这就是变成是 discrete的 就close entropy 第一种close entropy 是前景跟背景 变成confidence值 object confidence 那第二种就是 分类用的close entropy 它是分几类 分80类 或分20类 所以它有三个 loss function 一个是bunding box 也是前景跟背景 一个是分类的 三个loss function 这样子 那目前又改了 目前有在注重这个loss function 好 那最后这里 是 跟你 我们刚刚一直讲 这些东西都是从retina来的 那retina 很多资讯是从 feature pyramid network来的 那feature pyramid network 就是upsampling 这一块 所以你有downsampling 就encoder 有upsampling 有short cut 那我说 这个地方 连接的地方 就是 那个 lattery 就这里short cut的过来 记得这里要 这是从原来解析度 保留原来资讯 那这下面上来是 global的资讯 所以你有detail的 资讯 有global的资讯 融合在一起 这是feature pyramid network的 特色 那我们回到 retina讲什么 就讲说 这个叫 backbone 这个upsampling叫neck 最后输出来 我们要开始做 最后的判断 head head就是跟loss function有关 它分两个 一个是跟bounding box有关 又做convolution 一个 是跟做分类有关 那这个 head 至少在每一层 低解析度 中解析度 高解析度 都有这个head 那这个 retina net 是这样做 那我们的 在做yolo的话 我们讲yolo这里 也是就在这里 这个土黄色这里 他就额外独立出来 又做几次convolution 然后做 在anchor 然后做 那个loss function的 的量测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图 我说这种 不同的表示方式 要会看 那目前 目前都用这个方式来表示的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 我再讲一遍 这个是encoder 是属于backbone decoder 大部分是feature 平板 network decoder 是nec 然后再是head 那head这些 那这样就组合成 一个完整的 autoencoder encoder decoder autoencoder 那GAN GAN也是这样子 GAN也是这样子 在做 OK 那我们这一堂课 那个第2小时 上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个小时 就好好的在 教你yolo v4 那yolo v4 很多概念 都从刚刚那边 尤其是yolo v3 上次Ratina那边过来的 好那我们待会继续上 先take a break 请不吝点赞 订阅